做瓦片的 瓦和磚的製作方式不一样 瓦片放在活动转架上面 活动转架转 泥腐在外面一圈 形成一个中空 然后一切一拍四片瓦 瓦片是四片一做的 磚是必须一块一块做的 扁蛋 扁蛋挖扁蛋和皮那个都是不一样的用处 挖的扁蛋调砖 皮的扁蛋调隆炕 扁蛋也是用强修的 就是那些光质 燃料 燃料的话不用煤 因为煤的成本价格高 它都不值多少钱 它用煤 但是不用煤的话用什么呢 龙坑 就那个坑啊 里坑那个 外面那个 卖茶 道产 芦苇 生枝 当然这几种品是它分鸡蛋用的 煤坑的时候就是混合的时候 混合的时候 用龙汤或者卖柴倒柴 等到猪坑的时候开始用芦苇 大坑的时候用松枝 因为松枝有缘 一勺啤里啪啦的 所以大坑是用松枝 所以它燃料也是用松枝 这张公里有什么 泥 这泥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不是路边的随便拉一放回来就好了 泥必须是地底下一米的深层黄泥 地底下一米的 搬好泥之后 去除杂质 加水或泥 然后穿过人彩和牛榻 让你有年轻了 开始做粘坯 最好粘坯之后 粘坯放在粘坯厂 粘坯 粘坯完了之后 开始装窑 正好窑 半工窑门烧 烧到一定程度 不要窑滴水池里边下窑水 所以这一步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有些砖是红的 红颜色的 有些是青色的 如果你不加水的话 不下窑水的话 出来的就是红砖 如果下窑水出来就是青砖 它是一个大雪反应 但是在我们现在说来非常简单 我们就两个字下水就行了 但是做起来不可能的回事 因为水是冷的 摇的温度非常高 你那个水不能滴在砖上面 因为你滴在砖上面 砖可能就裂开来了 所以说下窑水也是个技术活 下窑水时间16天左右 就锅下就窑水 就在那边提升16天左右 然后再等到窑冷却 然后再出窑 时间化多多长呢 就从窑窑开始到出窑 80天 80天的时间 所以稍后可以想想我们现在的效应都低了 我们现在就是说 你说三个多月的话 可能有一半年房子能够好 他才说完之后 那这里就是我们的窑 陈小窑 陈小窑三百多年的历史 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是 他只有大窑 这个就是窑的内部 就是一个完整的窑 它就像一个猛火包一样的 但是我们这里就剩下以待了 这就是窑的内部 在它旁边的是很大窑 一个大窑的小窑 相对而言之 来 等一点啊 那它们的名字由来怎么来的呢 第一个 那它都是陈家的 所以有一个姓 陈 耳朵陈 那这些大窑怎么来的 一个窑要多一点 一个窑要少一点 多一点大窑就少了 来 再次来吧 我想说 た分之哈 gh 就算不得呢 哪怕有 来来来 再控制你看 这个 上来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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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